他說不管我搬到哪裡 天啊海海角他都會追到我 然後他覺得下半輩子就是要這樣子 他追我我跑 所以你認為我搬家有用嗎 應該要中判 如果沒有中判的話 我請問你 他今天在新店放炮 放炮到大家都起公分了 甚至有人家都要趕我走 人家甚至說 說我是惡靈 只因為大家不敢去冒冒 大家不敢對他 因為他修 我是個弱女子 這個人以前法官 檢察官都曾經調閱 去跟他講 叫他不要再放炮 他也答應了 結果當天晚上又放大炮 然後警方移送了二十幾次 只裁罰兩次 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意思說 沒有拍到他點我的鏡頭 所以不算 我不是為了錢 他都到處去講說 我跟他勒索六萬 我沒有跟他勒索六萬 我只是依盡確決書裡面的內容 跟他說 醫生要我復健辦理 復健很貴嗎 復健括號會才兩百塊 一次復健可以做六次 每次再五十塊 一個療程才四百五十塊 復健半年會很貴嗎 我希望邱先生他能摸著他的良心 他今天在法庭講的是真話還是假話 摸著良心 你沒有騷擾我嗎 你騷擾我 弄到我不敢進出社區 我進出社區都要我家的親人陪同 甚至於我下班了 我還要跟我家人約在哪個地方 然後再一起開車進去 氣息會不會公開 你不是髒嗎 他會怪我 你不是髒話嗎 我再이�咬你 有以後 那你不是髒話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